早上好,昨天晚上我们睡的这个酒店也是一个本地的农场 还挺有意思 今天我们计划上欧洲基地最大的和最获远的荷尔山之一 就是艾特纳山 在这个农场上面,这个小草山 然后一边可以看到海 一边是城市 然后还有一边是这个艾特纳沃尔山 我是Degui Xiaohuzumaki 刚刚开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开到了可以开车最高的一个地方了 这里的海拔有两千多一点点米 你们假如我吧 把拖鞋拿掉了 穿上鞋子 这里已经有那个荷尚的这个灰尘 然后这里的风景也不错 然后这边已经开始荷尚 这里已经有好多人在上去了 然后爸也在观察中 然后我们也要往那个上面走 那在爬上去之前 我们来补充点能量 现在也已经到中午的时间了 我们先来喝一杯中午咖啡 咖啡和库库和老板 坐上这个锁道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到下一个更高的地方上去 我们现在到最上面了 这边坐这个锁道就上不去了 现在我们还要做一个相当于专门做这个火山的一个卡车吧 然后这个已经非常高了 我们现在到了2500米的海拔 这里已经很明显的开始边冷起来 我们在这在享受着咖啡和风景 然后我们还要坐这样的车 现在要在这里拍个对 老爸也在拍了 好多人啊 这个车有点帅啊 来拍摄 现在又坐着这个车到了可以坐的最高的地方 就是2800多米的海拔 然后现在还要走路 还要走到最上面 然后看一下那边的风景怎么样 这边已经非常不错的感觉 现在风快是大起来 然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还有雪 还有山上的雪 有这个灰尘 然后还有这个雪 现在2800多米的海拔 不错 然后那边你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在走路下这个山 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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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但是我感觉 我觉得 他们可能上不去吧 因为那边的感觉 都有这个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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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可能放不下 没有办法上去 这边 非常冷了 现在这边 不知道 应该只有几度左右吧 穿着 暖裤 的马亭 还是感觉 有点 主要是那个风 比较大 然后 现在 就 是不是 这个 因为这些地方 这个倒也 刚才说的 都是 这个 非常 有的 这个 风扇 出来的石头 都是 奇迹的事情 但是都是比较 新鲜的 所以说 这些地方 上去 确实 太危险了 没法 就在这边 再享受一下 在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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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下去 就是 1200 1900 20 在座里 1800 1800 这里还有 有热的空气 冒出来 有一个 石头 刚刚 这里又挖出来了一个洞 还毛着一点点这个盐 这个气出来 已经有点烤焦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回去方向走了 回来了 现在在走最后一段了 下山了 下火山 然后我们要回到小城市里面 这个火山爬的 看的差不多了 这里是有一点点 哇 有一点点危险 继续往下走 换一个地方 我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看完了 我们现在到了 下一个地方的酒店里面了 今天我们就 不睡农场里面了 睡一个正常的酒店 那么今天看的这个火山 感觉非常不错 这是我看过的 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火山了 反正每次我觉得特别的好玩 特别的好看 那么今天看到了 一些非常漂亮的风景 没有看到特别多 特别深的火山 但是我感觉还是非常值得的一个旅游 今天这个 Eatna 欧洲最大的 最活跃的火山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那朋友们 今天这一期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 那你们可以在视频下面来点个赞 你们可以评论一下 你们可以分享和转发给你们的好朋友们 最重要 那肯定就是 贵汉子为哈 得归小伙子 马凯 得站好了 马凯现在说晚安 再见 我们在下一期视频见 我们在一旦 늘就像花来 Used porque 咱们 再次 这是 这